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给定一个RX数找到所有的左指数 左叶子节点 不是左指数 左叶子节点的所有所有叶子节点核 那样例就是给出这样一个RX数 那它的左叶子的话就是9和15 所以说它的核就是24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这个RX数 如果是第一次接触RX数 在利扣上接触RX数的朋友们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RX数是在利扣的C++代码中是怎么定义的 它定义成一个 下面有答案 我们先把答案删掉 OK 它又定义成一个structure 它有一个value 就是表示它这个节点上的值 然后它有两个指针是指上的 它同样的类型 就是一个tree node structure 一个左指针 就是左指数 就是左指数 右指针是右指数 然后还有个构造函数 构造出就是它的value是x 然后左右指数都是空 OK 因为这个true 那个tree呢 它是一个recursive 就是地规定义的 所以说照题目 对于说 对于大部分的那个tree binary 尤其是binary tree的题目来说的话 就是用用地规的话 是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简洁的一个方法 而且可路径比较高 那我们就来试着用地规方法做一下 其实看一下的话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节点 我希望 找到所有的 我左指数的这个核 左指数的 左叶子节点的核 加上所有右指数中 左叶子节点的核 然后把它两个加起来 那是不是比较答案呢 所以说 对于这三节点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左叶子节点的核 是9加15 然后对于20这个节点来说的话 它的左叶子之核 为15 然后对于9这个节点来说 它的左叶子之核 它自己就是9 所以说 用地规的方法来做照题的话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对于每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做这个题 首先 如果说这个节点为空的话 那我们就返回0 然后 如果对于这个节点的话 我其实很简单 然后再看一下 它是不是 看下它是不是已经是那个 已经是那个 leaf 节点了 如果是 leaf 节点的话 看看它是不是 左指数 是一个 leaf 节点的话 如果它有左指数 而且它的左指数是个 leaf的话 它左指数的左节点和右点点都为空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 只需要返回它的左指数 只需要返回它的左指数 它的那个值就行了 它是个leaf node 然后 否则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定义成sum 先不要返 这不能直接返回 好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只要把这个sum 加上至它的 用调用地规返回它这个 左指数的 左叶子节点的和 加上同样是 右指数的所有的 左叶子节点的和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这条题目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这个节点 如果它这个节点 它的左指数是一个 leaf 的话 它是它的sum 就是它的这个值 然后返回它 然后把这个sum 加上它的这个 左指数 左叶子节点的和 然后 右指数就做叶子节点的和 那就做完了 好 我们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我们提交一下看看 好 通过了 我们看一下运行时间 运行时间 6毫秒 102task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编辑界面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code 就是 这段达马是一个特殊情况 考虑 就是说 如果我当前这个节点 它的左指数是leaf的话 我们要特殊处理 就是先要把这个值算出来 就是它的左 就是这个3 9 20这个情况 3的左指数是一个leaf 那我直接要把这个和算出来 我直接把它9作为它的和 然后我再考虑 再考虑它的左指数 再右指数 因为这个左指数是已经没有了 所以它的反规值是空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这套题就做完了 所以二叉数的问题的话 就是主要是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规的定义方式 地规的求解 那这套对这套题的话 我地规求解它的左指数和右指数 然后我考虑一个特殊情况 它的左指数是leaf节点 那这样的话 我绕题就做完了 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别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还有赞我们的视频 我是花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